好 入股就要來回震盪 過去這幾天 其實入股是做壓回 甚至有點轉弱現象 可是今天觀眾朋友 我們抓兩個指數 不是上海指數 也不是深圳指數 我們抓兩個 這個更細微指數 叫上陣50 就是上海交易所的 前50大的指數 跟深圳中小版 這個深圳中小版 有點像台灣的OTC 有點像創業版 他講的是中小型股 觀眾朋友有個概念 因為上海是大陸 國有企業掛牌的地方 那深圳是中小型 國營企業跟民間企業 掛牌的地方 所以觀眾朋友 這兩個市場是結構不一樣 都是同樣是股票市場 所以有時候 為什麼深圳跟上海漲不一樣 好 由這個前提之下 給觀眾朋友做了解之後 我們再抓更細微 上陣50 就是最大的50家 那當然就超級國企 都在裡面 什麼中石油 工商銀行 全部在裡面 那中小版 就是一些你沒聽過的 大陸企業 那可能烏蛙蛙 蛙蛙烏蛙 那名字不重要 觀眾朋友 重點是這個漲幅 今天大型股漲了4.84% 大型股的指數 漲了4.8% 快5% 可是中小型股 尾盤才好不容易摸到了平盤 差點就淹死了 這盤中還一度大跌 中常是小漲了0.25% 這是很特別的現象 為什麼 因為過去大型股漲 那小型股一定漲 為什麼會大型股大噴出 小型股差點淹死 我們再看到指標股 今天最火熱的就是萬科 萬科不僅是中國最大的地產商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地產商 那最近在幹什麼 不動就算了 一動就不得了 連續兩天都收漲停板 大陸的漲停板 跟台灣一樣是10% 我們從月線做觀察 它更創下了7年新高 這個前高是在2007年 全球高點出現的 很特別 觀眾朋友 它這邊是不動 這就是月 爆出大量 不漲 現在開始做噴出 就萬科 代表這個換手很成功 開始做無量噴出的動作 觀眾朋友跟我們觀察 因為最近大陸在講供給側改革 其實觀眾朋友 《金錢報》也在送名牌 這個供給側改革 導致今天所有產能過色的產業 尤其是大型的 尤其是強的公司 全面噴出 怎麼做解讀 我覺得像今年 像今天這個國企股 會有這麼大的 好的表現 有很大一部分 應該是跟大陸 這個推動私有化 有很大的關係 那大家都很注意到 就過去一兩年 這個習近平上台以後 對大型國企的這種人事 調動 調動非常大 包括電力 包括石油 甚至於美企等等 這個其實就是為將來私有化 清除一些障礙 那私有化的結果 當然這些大型國企 也要適時的表態 像剛剛據明上一節在這個 講了很多美股的所謂殖利率的問題 我這樣講 FED在做美國金融市場調控的時候 它有一個核心的指標 就是美國國債的殖利率不能太高 因為美國現在已經是十五六兆億的那種負債對不對 這個對於美國的整個經濟的表現 家庭都不好 都不好 所以他一定要想辦法把它壓低 那中國在金融市場的這種調整 或者說是政策的推動 它也有幾個核心的主軸 第一個現在來講就是第一個要寬鬆 對 在寬鬆的情況之下進行調整 但是調整還要能確保穩定 避免出現系統性的危機 但是避免出現系統性的危機 不是說你蒙著頭去打 或者去硬幹 不行的 你看上個禮拜 陸股曾經出現大跌 這個消息出來以後 證券公司老闆跳樓 自殺 觀眾朋友 這不是否定 我跟你講人家說日本人偉大 鬼扯 大陸的那些證券商老闆一被抓到 直接也不用自殺 直接往下跳 好恐怖 結果一抓怎麼人都不見了 原來都在19樓找 因為都在1樓 好恐怖 所以大陸一抓 所以上禮拜疊是疊證券谷 在大陸坐牢對不對 真是生不如死 所以剛直接自我了斷 那你一查結果 原來又在清理這個場外配置的問題 這跟今年6月份 5 6月份大陸股災發生的原因 一模一樣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很簡單 也是為了推動這個證券金融市場的改革 清除一些障礙 至少增加大陸金融證券市場的透明化 讓外資對不對 它可以進來 因為大家都記得一件事情 就今年大陸開放了很多所謂 境外資金投資大陸股市 可是進來的人不多 因為大家都知道 如果貿然的進去大陸 很可能就是死在沙灘上 所以一定要把這些問題先給清除掉 那同樣的你可以看房地產 房地產過去習近平上來以後 很大一部分時間都在打房 可是你可以發覺去年經濟出現 一些有礙穩定的因素 或者現象出來的時候 房地產又成為拯救總體經濟的 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你可以看出來大陸百大城市 幾乎這個限購率通通都取消了 跟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深圳的房地產的價格 紅線 真的是爆充 藍色是它的成交量 這是到4月份 上次我去 我跟那節目分享 上次我去一家投資銀行 邀我去演講 結果跟我演講的是 香港來的基金經理人 結果他趕得回去 然後他老公在深圳一直在排隊 觀眾朋友 香港一家很大投行的基金經理人 他忙著去深圳排隊買房子 很恐怖 所以大家不要再灌王盧璇了 大家都在排隊 不是只有他在排隊 所以大陸 因為你看像10月份 深圳是大陸房地產漲最兇的 這個跟去年比起來的話 對不對 大陸經酒飲食 環比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幾 就一年漲了百分之三十幾 特別是深圳 深圳是很可怕 那上海其實後勁更強 10月份的這種所謂同比 就越增長高達百分之二點一 一個月就漲百分之二點幾 所以現在發覺大陸的房地產 特別你可以看出來 這是大陸一線的房地產 大概從今年5月6月份以後 價格就開始出現反彈 所以王盧璇很笨 他去上海開事務所賺大陸房地產就好了 在台灣做官幹嘛 那笨死了 但是如果這一波大陸股市上去的話 我認為房地產可能就會下來 我要請教萬里哥 因為很重要是供給車改革 因為我們在這裡有提到 因為大陸怎麼會搞出一個供給面 市場供需 我覺得台灣的股民或者投資人 太少去了解或者說研究 大陸所謂供給車的改革 你可以看出來 我就發覺這個跟台灣 有兩支股票影響最大 第一個就是台泥跟亞泥 大陸去過剩產能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水泥鋼鐵 你看像河北省 就估計兩年之內 他們講控煤 控煤就是煤的消費量 要減4000萬噸 然後河北是第一產鋼大省 大概2012年的時候 2013年的時候 大概產能是1.8億公噸 大概要到2017年的時候 要把它減到1.1億公噸 也就是說要減到6000萬噸 6000萬公噸 大概要打掉四個中鋼 同樣的水泥 從今年他們算業開始算 也準備說到明年底之前 也要打掉6000萬噸的水泥生產量 這是一個河北一個省 如果我們算全國算起來的話 會打掉多少水泥場 所以我們看到像萬科大漲 像今天很多水泥鋼大漲 就是強的越強 弱的就被淘汰掉了 政府就是要開始詬病 你看今年台泥跟亞泥 其實股價都跌翻了 獲利幾乎腰斬 因為台泥都轉盈為虧 但是大家都不要忘記這件事情 這兩家水泥場在大陸 都是排名前十大的水泥場 嚴格講對不對 我認為如果等到大家 等到它長起來以後 可能大家才恍人大悟 大陸搞這個所謂供給側的改革 不是玩假的 所以外面就是 大家剛剛我們前面講的 生計股太熱太熱不要追 有時候股票是跌的 明年要的時候要留意 趕快去 尤其是供給側改革 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個時候對不對 也許大家應該把目標對不對 你像一些基本面 我平常講 我對生計所謂太陽能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個都是本門比的產業 就是可以漲一波 漲到什麼時候沒人知道 你不要一不小心就搭上末班車 你還是回到基本面 看看人家大的這個宏觀經濟 是怎麼調控的 然後這個公司的基本獲利 會有什麼樣的前景 我差點觀察一下 這陸股間大漲 特別是漲這些公司 當然我們台灣 怎麼大陸房地產快熱 你看老師以萬科為例 它這邊爆了一撮量 它做突破之後 這邊爆一撮量之後 開始瞬間就噴出了 這是月線 創新年新高 我們以萬科為例 可以看到一些大陸產能過剩 庫存過多的產業 在這一波出現大調整 我們怎麼解讀 我這一次去上海復旦上課 上課的學員的水準都很高 真的 我剛剛不是跟世光在聊 那個個股的K線一拿出來 我們講過大陸真的是技術分析的天堂 對 那個頸線只要一突破 第一根一定漲平板 蔡老師你知道你不上節目 很多觀眾在問 他說以為我封殺你 其實有很多時候很委屈 因為蔡生蔡老師不在台灣 你跑到國外去賺錢了 是啊 那個市場大 我想說去那邊可能成就 更大的成就港 然後再回來對不對 來榮耀一下我們對不對 好 我覺得我有這個信心 我覺得以我的技術分析來講 那邊又是技術分析的天堂 那個頸線只要一出 就像世光講的那是頸噴 對 直接就噴出 像你看那個萬科 所以大陸的那個個股實在是很好 我這次也開戶了 官哥規模很大 市值很大 給你搞這樣漲停板很誇張 拜託 他們隨便都是 他們隨便的成家量都幾萬個億的 對 整個那個什麼州成家 還有那個所謂私募的規模有多大 都是幾萬個億來講 那個我跟校長在聊 他形容得很好 這個叫做一個狼群效應 狼群 就是整個私募基金 隨便 那個隨便只要稍微有一些 申請一些資格都可以去私募 你要找我去抄私募的 少說已經超過五個以上了 但是我這一次絕對不碰他們的基金 太危險 我講過我只做教學的那個而已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上一次 就是上個禮拜大跌 對 很多政權股老闆 這個地方是收斂三角的尾端 等一下再跟過來 三分之二處 這邊一定要做突破的 對 沒突破 那突破了 既然在三分之二處要突破 表示每一個低點是不能破掉的 所以第一個短線支撐是3563 這裡是3625 那突破一定是要過3678才能確定 它是有效突破 結果第一天沒過 第二天直接跳空下來 跌破了3625 第三天 那這一天我剛好在飛機上 跌到這邊我剛好下飛機 所以這個就下來了 那時候很多學員有我的微信 問怎麼辦啊 怎麼辦啊 我告訴他們怎麼辦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先講重點 這邊的推升量 對不對 遠遠大於這一根的什麼 下跌量 量架結構告訴你這是空頭嗎 不是嘛 對不對 那只是說這邊就我剛講 收斂三角到三分之二處 這裡一定要突破 所以它先開始突破了 但是突破失敗 那為什麼會失敗 在抓那個券商 券商老闆 對 券商老闆 那好多傳言人 這個券商老闆不見 那個券商老闆不見 這個券商老闆不見 那個券商老闆不見 後來都在地上撿到 那上次不是抓那個私募的嗎 對 那你以為共產黨那麼傻 那套在多少 4000以上 然後在這邊一路的抓這些 有的沒有的 在做這些金融整肅的一個動作 那它的目的在 這我在臉書寫得很清楚 它將來在多頭的路上 要把這些絆腳石全部給搬開 它以後路才會順 對 所以為什麼我講到 重點在這個地方 推升量遠遠大於沙盤量 是 重點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要了解 它這個沙盤 然後共產黨 你要知道它的決心有多大 它可以把國民黨 逼到一個小小的台灣來 對不對 對 那你以為它 炸那麼多的錢下去 然後在低檔 它還要硬打一些利空 要把自己扎死嗎 對 不可能的事情 對 所以你去一趟大陸 尤其我教學過 問他們的資金情況 真的會嚇到 隨便一個90年後的一個小女孩 一扎就是1000萬人民幣的 我也要去 我認識她就好 那個真的是 不過結婚了啦 結婚那不用認識 好好好 你看90年後的 對 隨便一扎就1000萬的人民幣 嚇死人了 那個錢真的是很多 可是因為它隨便亂扎 又沒有技術面 所以他們對那個學習的態度 非常用功 是 從早上9點上到那個晚上5點 連續7天的實戰班 這樣子在搞的 那個真是很嚇人的 好 這個是上陣的周K線 周K線 周K線 上面這個叫什麼 石油 那中國是什麼 中國是最大的石油進口國 對 所以石油在下跌的時候 最大進口國的受益最大 對 所以你看剛好它破線 這邊往上噴 對 那這邊大回檔的時候 它這邊又要往下破了 對 那表示說什麼 它對它的一個 石油的下降 對它的將來的一個 一個多頭的利潤 還是很大的 對 但還有包括深圳 還有深圳 還有深圳B谷 上海